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 5月31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称 俄罗斯应该对此次抗议活动负责 美国政客企图将引发 美国内抗议活动的责任甩锅给俄罗斯的做法 也招致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的抨击 6月1号扎哈罗瓦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 美国连自己国内的人权问题都处理不好 更无权对他国指手画脚 扎哈罗瓦在节目中表示 一直以来美国政客试图让整个世界相信 美国的内部问题都是由外部因素引发的 尤其是俄罗斯 此次全美爆发抗议活动 美国政客再次企图将责任甩锅给俄罗斯 扎哈罗瓦呼吁美国停止这样的伎俩 扎哈罗瓦还表示 美国政府显然没有处理好当前国内的人权问题 因此他们也无权对他国指手画脚 扎哈罗瓦还批评了以往以人权等为借口 跟着美国一同攻击他国的西方国家 扎哈罗瓦说 连日来面对美国警察的暴力执法 和美国国内的抗议活动 西方国家集体失声 没有发表评论或对局势表示关切 这再次揭示出西方国家双重标准的真实面目 мне кажется настал момент подойти к зеркалу вспомнить все те заявл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сделаны в отношении Гонконг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Иран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Венесуэлы в отношении целого ряда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и просто зачеркнув название этих стран вписать туда слово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Америки поставить хэштег мы с народом Америки и сделать заявление Госдепа в частност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себя